- 因為我小時候長大的時候都會看他打球 然後覺得他穿我的鞋子就很帥 所以他只要出那一雙 我一定要想辦法去上那一雙 - 貌區幾乎沒看到鏡頭對尾端工作人員舉著號碼牌大熱天彪悍 卻都是為了一雙限量球鞋 - 就很時一代剛才有出的三個OG的配色 就是不管怎麼樣就是一定都會透過 OG簡單來說就是Original的脫鞋 - 代表著原版鞋 - 它就是應該可以1997、1998年追出的那一雙鞋子 - 但是像這樣子的一個鞋型 - 它是OG鞋型也是OG配色 - 但是在一些小細節上頭 - 為了要保持所謂真正OG鞋管它本身的價值 - 它是一個集體記憶 - 對就是每一個人心中都有不同的OG - 因為對我來講這雙鞋是 - 你只要拿著它 - 你就會覺得說 - 好像馬上穿越時空 - 譬如說我現在拿這雙鞋 - 我趕快回到國中一年級 - 就是這雙對我的意義就是 - 是我踏入鞋坑買的第一雙球鞋 - 其實我在SPL拿第一隻冠軍 - 就是穿十一代打球 - 很少會有人看到 - 穿十一代在場上打球 - 你被踩到會很生氣 - 我覺得這雙鞋對我好像也蠻喜歡的 - 它是我很喜歡的一個潮流品牌叫Fagerman - 當初這雙在南青賽的時候 - 也是三四千人同時在排隊 - 我還穿去打籃球 - 所以那時候我穿這雙去打籃球的時候 - 大家都覺得我是瘋子 - 我那時候還排了交戰手冊 - 就是看鞋墊哪千排隊的時間差 - 然後這邊只要一沒有抽到 - 我就要立刻去另外一間排隊抽鞋 - 大熱天飆悍卻都是為了一雙限量球鞋 - 那你能不能靠近這麼高地位的人 - 可能很難 - 但你可以透過購買他的商品 - 去靠近你的手 - 我從小就不是很喜歡買東西的人 - 可是我就是唯一對於鞋子 - 就會覺得鞋子這個東西好像很有保存的價值 - 女生可能跟男生不同 - 男生可能是因為很崇拜Michael Jordan這個人 - 可是女生挑鞋子或女生收鞋會被吸引 - 也是有一部分是設計 - 現在要買球鞋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- 就是我覺得流行的東西要有 - 另外一個就是科技 - 像31代 - 那有一代的帥氣 - 搭配新的科技 - 像Flight Play - 在廠商會感覺有點複刻 - 但是現在有高科技的東西 - 可以幫助你們 - 全台灣各地甚至包括國外的一些朋友 - 全部都是因為透過社群網站之後 - 大家才知道說 - 有你這號人物 - 那你也是一樣熱愛球鞋 - 甚至是讓我找尋到 - 以前在網路上看到的那些帳號的人物 - 原來就是你 - 原來就是你 - 到現在因為這樣的關係 - 變成很好的朋友 - 是《拆火車》這部電影 - 它開始把一些Converse Old Star - 就是非常古老的運動鞋 - 開始能夠讓大家知道 - 原來他可以穿得這麼帥 - 能夠跟不管是牛仔褲 - 這樣子整個Style做一個很完美的結合 - 是不是的 - 驕 τη說 budget - corporcera - 瀑瀋 - anza期節 - 驅醒 - 再溫 - pops - 對 - 區 - 新 - 趁 - 候 Wake, wake up call Wake, wake up call Wake, wake up call